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五间总结 我是李维仪 和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见到内地股市是半天都要做好的 上证综合指数半天收报2995点升26点 深圳成分指数半天收报10852点升118点 沪森300指数仲不收报3664点升29点 创业版指数仲不收报2370点升33点 看看港股这边 见到恒指导升后越升越有 半天都升268点半天收报15724点 国企指数半天收报5310点升101点 科技指数半天收报3127点升51点 大股市成交半有761亿 跟大家看看今天的焦点板块和股份 见到首先新科股非常活跃 很多都要大升上来的 好像康熙乐本身都有消息 就是继上海开启了吸入用的新冠疫苗接种之后 江苏省的13个城市都已经开展了 吸入用新冠疫苗的部署工作了 见到康熙乐今天最多是竞升超过六成 暂时已经录得是八年升了 半天升到五成一 半天收报130.4 上回100元楼上之后 都升穿继续有得升 另外哥麗製药都有一个新闻出现 见到新冠口服药 申请了美国新药临床试验 股价同样做好 半天升到两成二 半天收报3.1.8 其余军实生物都升到一成六 半天收市 至于三叶草都升到两成半 半天收报2.3.5 另外看汽车股胃小李的情况是如何 见到今天上午时都个别发展 见到公布了10月交付数据 未来当中见到交付10万059架汽车 按年增长1.7倍左右 未来表示 集团的汽车生产和交付 受到中国部分地区疫情带来的工厂运营挑战 和供应链波动的影响 直到今年10月底 汽车累计交付量达到25.96万架 见到未来出了数据 股价都要受压 半天微跌1.1% 半天收报80.75 至于9868小鹏汽车 我们看上一版 见到小鹏汽车共交付5101架智能电动车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大概五成左右 而今年首10个月累计交付大概有10.37万架 同比增长了五成六 但小鹏出了数后 股价都要受压 半天都跌到3.5% 半天收报26.5% 小鹏汽车反而有得升 见到10月的数据 共交付新车10.052架 按年增长了3.1% 而截到10月底 至于理想汽车 累计交付量22.1万架 见到理想汽车半天都升到9.8% 半天收报62.25% 另外看电力股 今天全线都要下跌 首先中国电力本身有消息 就是获武公司增持股份 昨天从公开市场上 以平均价每股介乎 约2.26至2.43% 购买合共307.2万股公司的股份 增持之后 各家电头间接持有74.2万亿股股份 佔总发行股本大概有六成左右 但是2380的股价都要大跌下来 半天都要跌3.3% 半天收报2.3毫半 至于其他电力股走势都比较迷 首先农园和大唐发电都破底 半天跌6.6% 半天收报8.71% 至于大唐发电半天跌1.98% 半天收报9.9% 8.36同样 半天要跌2.5% 另外看看平概股 看到苹果概念股 今天反而做好 看到内地传媒 引述供应链的消息 苹果XR 设备名为N301 有望明年首季就会大量生产 苹果要求供应商用半导体 无层室规格组装 消息大挟一众 苹果概念股继续做好 首先看到2382 半天都升到4.3% 高位电子升到6%以上 2018都升到3.3% 看看业绩股9987 这个绩候股价是大升的 集团公布到9月底子 第三季正利润是2.06亿美元 按年是升到9.8% 期内总收入是26.85亿美元 按年是增加了5.13% 系统销售额按年增加了半成 当中肯德基和必胜客 分别是增加了半成和7% 股价物积后大弹成1.5% 半天升到1.5% 半天收报395元 今天高建的是399.6% 好 这个环节相片差不多了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